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当我们看到天地这么广大,这么浩瀚 而你我却是这么的微小 我们问一个问题 天地这么广大,上帝会看见看重 微小的你我吗?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第33篇 这篇诗篇是诗人起来赞美天地的主 这篇诗篇才对称形的结构 首先一道三节 诗人呼唤人起来欢乐 起来赞美神 有各样的乐器 大声的赞美神 而最后18到22节再次提到了 从神的眼光看一切的是人 神看重看顾谁呢? 就是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神要拯救我们 为我们预备救恩 而我们要依靠的不再是军兵、马匹、经济 让我们起来单单仰望神 神成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盾牌 我们要等候敬畏神 而我们要赞美等候神 中间在于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 4到7节提到了 我们要赞美神 因为神的正直、诚实、仁义、公平、慈爱 神的慈爱表现在上帝创造的万物 诸天万物、阳海 都是神所创造的 在诉说神的荣耀、伟大 因此百姓应当敬畏神 起来赞美神 敬拜主 9到11节提到了神 话语的大能 神的话语大有能力 人的筹算 没有办法立定 但上帝的筹算一定会成就 你我一切的计划 离了神就没有价值 但我们的人生 却可以在上帝里头 得着神的丰富奇妙 13到17节也提到了天地的主 创造观看一切 提到了人的无能 提到上帝对每一个人的观看顾念 不只看着我们 更是顾念我们 顾念一切的居民 知道我们心所存的 而我们心中的动机 手中所依靠的要转向 过去依靠军兵 依靠戾气 但这些是枉然的 让我们起来单单 依靠上帝的慈爱跟大能 而中间核心12节 提到了 以耶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提到神的计划 一定会实现 耶华为神 那个国家 那个人民是有福气的 愿主帮助我们 不要按照自己的计划而走 要照着神永恒的计划来生活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赞美您 你是创造天地的主 诸天借着神的命而造 万物万象借着他的气而成 神从天上看到地上 一切人的心思意念 你是天地的主 你也更是顾念 看顾我们的神 因此让我们起来 单单依靠神 仰望神 以耶华为神 经历到福气 随着我们 谢谢主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